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嫂子 兄哥 别再看了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最好 一切还是听雨哥的安排 先等等看再说吧 匪首方振宇 你给我听着 违抗大日本帝国 就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我数到五 你要是不出现的话 我们就会杀死你一个兄弟 正北霍站的脚夫 一 阿尔 阿尔 你怎麼不相同的 怎樣? 你怎麼得到什麼? 死了! 死了! 五 该是主角登场了 方掌柜 俺对不起你啊 俺不想给日本人当狗啊 对不起你啊 对不起啊 俺对不起你啊 住手 哎呦 给我抓出来 快快快 快 别弄 有哥 找他来呢快走 鱼哥怎么办 别往后看 我们出去再想办法 方振宇 我们又见面了 你不愧是一个君子 你若不是君子 我们就无远相见了 怎么会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彼此彼此 方振宇 今天你死定了 带走 是 挖开 日本人要杀刘望全的时候 武士刚要动手 鱼哥就冲了出来 他即使救刘望全 更是为了我们 不想我们大家有危险 鱼哥都吹了眼后我们 鱼哥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 那你们呢 鱼哥救你们 你们怎么不救他呀 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鱼哥 鱼哥 鱼哥 这很明显 如果当时大家采取行动 结果是一个都活不了 那现在呢 就鱼哥 赤手空拳 闯虎穴 帮朕宇 设身救大家 你们都别说了 就是因为你 鱼哥都是为了你 二嫂 这事不能怪大嫂 我们任何一个人 在那种处境下 鱼哥都会这么做的 不到万不得已 鱼哥是不会放弃的 小万说得对 鱼哥是个爷们 可你们也太不爷们了 你们为啥要放弃啊 月合 你不要这么说 你看你哭什么 这郑宇兄弟不是还没 没死是吧 对呀 只要没死 就有希望救 你们都在那儿呢 都没救 现在咋救啊 月合 我们 你别说了 你好好待在游体队不好吗 来金路山干什么 嫂子 嫂子 月合 你这样说有点过分了 我一点都不过分 他就是来金龙山 跟我抢男人的 到时候 我好把金龙山 拉到游击队去 我说句公道话吧 你能说什么公道话 他救了你的命 还给了你媳妇 你当然帮着他说话了 月合 你放心 我们谁都不会 不顾郑宇兄弟死活的 你冷静一下 我们现在就去商量看 怎么救于哥 走走走 嫂子 那个 没事吧 嫂子你 你别难受了 小猫 我 我 眼睁睁地看着雨哥被抓走 可是 却一点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是 嫂子 其实 这也是没办法呀 如果不是雨哥制止 我们大家就都上了 那我们大家就全完了 嫂子 完了倒好 那个 二嫂说的话 也不是真冲着你 你别 别忘心里搁 先别说这些了 看看怎么能救雨哥吧 嫂子你觉得 松本这老东西 能不能杀雨哥呀 松本太郎用心很深 自从他让我们货站运货开始 十几年了 他对雨哥做足了功夫 他知道 在这林河镇 只有雨哥才可以主持局面 而且 婚宴那天 松本太郎杀大毛 本来只是一出戏 就是要逼雨哥就范 可是没想到 大毛性子那么烈 就那么死了 雨哥也就豁出去了 松本这老东西 就是没招了 才对雨哥下的毒手 如今 雨哥是金龙山的头了 就冲着金龙山 松本老贼 也不会轻易动雨哥 对 我们还有机会 嗯 我也这么想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出雨哥 必须的 来 嗯 我是凶下的 看出来没有 这闯没闯过江湖 这儿不一样啊 说的是啊 嗯 这乌炮头 真是个好娘们 嗯 哎 四亮 这两天怎么没见没姑啊 啊 叫你来就是跟你说这事 刚才一提大队长给岔开了 嗯 我把他给关起来了 啊 你把姑奶奶关起来了 他不是姑奶奶 我 我知道他不是姑奶奶 你知道 他不就那副德行吗 整天姑奶奶姑奶奶挂在嘴边上 哎 你不知道啊 他是假眉姑 报名顶替的 冒牌话 那他是谁啊 他说他是中统局的 你信吗 中统局 四亮 我觉得咱们得离开金龙山 你没觉着吗 这是妖气重 妖气重 你想啊 你没觉着金龙山上 怪事不断吗 四亮 这事你可得想好了 啊 还说大队长 你说大队长这事咋办 那得看咱还记不继续当土匪了 这当土匪怎么讲 不当土匪怎么讲 如果要是还继续当土匪的话 那咱就必须得救大队长 要不传出去咱的名声就坏了 人说 咱要是不当土匪呢 这事就好办了 那咱就是国军 要不就是游击队 旧大队长的事咱可以往后放啊 因为 咱还有上级呢 你小子精啊 不过啊 事实上 大队长本身已经凶多吉少了 就是咱尽力去救 那也不一定救得下来 不过 咱要是真回香炉山的话 这闯临河结大牢的事咱必须得办 哼 二丫没让你小子丢魂啊 四略 咱可不是不仗义 闯临河结大牢这出戏 咱是主角啊 救得出大队长最好 救不出的话 咱也算尽力了 嗯 嗯 说得对 不过 我还没说完呢 嗯 要是这出戏 唱完以后 我还有幸活着的话 您可得放我走 走 走 走哪儿去 我跟二丫一块走 嘿 熊瞎子 你小子胆肥了 不是 我 我就是不想再当土匪了 要是真有国君这个事呢 要是真有国君这个事呢 不想当个营长 想 但是 我得先问问我们家二丫 熊瞎子 你小子 我刚夸你没丢魂 啊 马上这魂又不见了 来来来 方掌柜 罗掌柜 恭喜方掌柜 林河庆典一仗 打得漂亮 我代表党国 谢谢你 哪里 从我到林河 我就没看走眼 兄弟 好样的 走 走 今天我备好这桌酒席 宴请二位英雄 要杀要寡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方振宇 从来不跟人结仇 我只有一个仇人 就是你 理解 我非常理解 所以请二位小卓几杯 说说姻缘 我今天绝不会和日本鬼子同桌的 我也曾经说过 不要得罪方掌柜这种人 方掌柜血气方刚 既恶如仇 一旦得罪了 就永远痛失 松本先生 既然我和方掌柜都落到了你的手里 你准备怎么样处置我们啊 不怎么样 我是诚心艳情二位的 我们大和民族大日本帝国是崇尚英雄的 好 既然松本先生这么看得起我们 振宇 那何不如借他的慷慨 喝一杯断头酒呢 好 来 姐 姐 我饭做好了 过来吃点吧 二鸭 姐 吃点吧 我吃不下 姐 你现在吃的可不是一个人的饭 你要是不吃 他就得饿着 咱姐吃没 我让他们给拿过去了 翠花姐 还有小旺 还有副大队长 他们一块吃的 这想来想去 到头来 还是我自己孤零零的 姐 你还有我呢 二鸭 姐 我知道 是你爹走得早了一点 如果他还在的话 你脾气也不能这样啊 再说 他要是看见你现在这样 他心里得多难受啊 而且你这样 对泰儿也不好啊 谢谢你 二鸭 姐 快吃饭吧 我一会儿啊 还得送饭去呢 给谁送饭呢 给梅姑 他不是跟副大队长在一起吗 没有 在牢房 什么 他让副大队长给关起来了 给关起来了 中国是一个酒的国度 特别是在东北 东北有一句话说的好 啥事情三碗酒 三碗酒一下度 啥事情都没有 民国的初年 我已经来到东北 喝了很多东北的酒 叫了很多东北的爷们 但像两位这么出类拔萃的 才是第一次 所以我深感荣幸 敬你们一杯 山上的弟兄们可好 好啊 那是因为我让关东军 上山去围剿游击队 兄弟们 都等着你上山呢 那是 山上的粮食 所剩不多了吧 罗先生即使能上山 山上的兄弟也会很失望的 尤其是赵尚飞 赵尚飞之所以失望 是因为灵河镇商会的银两没有了 国军的空头又成了泡影 哈哈 罗掌柜 那你是不是变成了 巧妇难为五米之炊啊 我说的没错吧 松本先生还知道什么 老夫还知道 罗掌柜很想在戴先生 陶文斌面前表现一番 可惜你把他们看得太重 他们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还有你一方掌柜 罗掌柜对你既厚望 视你为瑰宝 但是有人把你当成眼中钉 非要把你拔掉不可 罗掌柜 你肯定想问一下这人是谁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人就是你的下属 张家东 当然 他为了刺杀吴翠花已经死了 正所谓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在金龙山上早就有了老夫的眼线 有我们特高克的人 只是你们蒙在鼓里而已 那梅姑不就是女特务吗 哼 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 他就是和你一起坐在车上的 那个女军官 果然逃不出二位的火焰金睛 二位不要在意 两国相争 必定会刀刃相剑 彼此都成为了敌人 功丑交错 谈笑风生 也许是笑里藏刀 口密复剑 却没有了敌人 因为都是政客 所谓政客 就是大家心里都明白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坐在一起 哈哈哈哈 松本先生可真会粉饰 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 在你眼里 就是一个政治游戏 难道我说的不是吗 我可不是政客 我们也不会玩游戏 你们干什么 回掌阁下 少佐有令 要带走方振宇 他是属于特高克的人 对不起 这是军部的命令 带走 看样子 兄弟要先走一步了 好兄弟 一定会再见的 走 走 找梅姑 二代 狗子 狗子 二代 狗子 接着 你们是宇哥的好兄弟 跟我去大牢 陆远河 宇哥在临河镇 被鬼子抓了 啥 梅姑 你要是陪我去临河镇 我就放了你 是去救方大队长吗 对 那副队长呢 他干啥不肯救 金龙山除了我 没人救宇哥 翠花呢 甭废话了 你去还是不去 就咱们俩吗 敢不敢 不敢就是怂包 放了他 兄弟 对不住了 我是真没辙了 嫂子 你早说呀 为了救宇哥 咱啥都愿意干 是啊 嫂子 为宇哥 啥都行 嫂子 马来了 马来了 嫂子 谢谢你 狗子二代 走 上马 嫂子 上马 嫂子 一路小心哪 狗子二代 谢谢你们 咱们走吧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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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姐 嫂子 梅谷远河 来 各位兄弟 要说救大队长 没得说 非救不可 非非非非 非就不可 但是要看怎么救 你们来之前 我还跟熊瞎子唠叨呢 熊瞎子 我是怎么说的 要想救大队长 必须得先侦查 看看大队长是否活着 如果要是活着的话 被关在哪 那的敌情又是什么样的 有了第一步 才能决定第二步 是件急事 又不能着急 得都算计好了再行事 那咱就先说说侦查吧 小王 林河的环境 您比我们都熟 你说说 林河的环境是没得说 可是现在 林河都被日本人控制着 戒备森严 怕是行动起来不好下手啊 胡宝涛 你有什么主意 要我说 抓个舌头 那个喊术的日本人 把他抓来 那个日本人叫康田舅夫 是松本的跟班 对 他一定知道大队长的下落 胡宝涛 好 今天晚上就咱们仨 扎回去 兵贵神速 连夜返回林河镇 松本始料未及 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应该在正北活站 从暗道进去 暗道不是被日本人发现了吗 就是因为日本人发现了暗道 我们只有出其不意 才会打他个措手不及 说起日本人 我在想被我抓起来的那个女的 你说梅姑 听说了 卫兵说你把她押出去了 难道梅姑真的投靠日本人了 她根本就不是梅姑 她说她是中统的人 我不信 我怀疑她是日本人 日本人 就是上次在黑松里 我就觉得她的行为很可疑 当然了 还有很多疑点 我的意思是 先好好地审审她 如果她真的是日本人 那就好办了 那还等什么 走啊 走 走 走 报告 梅姑下山了 什么 梅姑下山了 是陆月和送的下去的 那陆月和也下山了吗 那两个人一起走啊 追 走 走 完了 追不上了 草长飞 你们先回去 我追 那怎么行 如果这梅姑真的是日本人的话 那金龙山非常危险 吴卜头 如果你坚持要去的话 让小王陪你去 金龙山有我的 对 好吧 好 驾 驾 给 赶紧吃 吃完咱还得赶路呢 找什么急啊 我歇会 你根本不想救雨哥 谁说我不想救雨哥 月和 这种事情 应该到城里面找关系打听打听 至少得知道雨哥关在哪吧 现在问题是 能打听着吗 当然能了 月和妹子 这种事情 你找我梅姑算是找对人了 我在灵河镇 那关系多得是 你说当初 如果我们到灵河镇里面 去打听一下罗掌柜 雨哥 兴许就不会被抓住 那打听着了怎么办 商量商量对策 然后午夜再动手呗 你放心 小金刚就是我从关东军的刑场上 给劫回来的 昨晚上的事 我一晚上没睡好 明明是很突然的事 为什么一点突然的感觉都没有 啥事啊 从事态上分析 这小金刚和那小子 明明是借着梅姑 请我和赵大哥去吃饭 想逼你们立他为债主 可没想到 梅姑把他们两个给杀了 那能有啥问题 这梅姑本来就想要杀他们两个人 不会吧 她到底是不是梅姑 那她不是梅姑 那她能是谁呀 是啊 不是梅姑能是谁呀 是日本特务 你真不应该杀了小金刚 那是因为她想杀鱼哥呀 那 你还喜欢鱼哥吗 这会儿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 我问的是 翠花和宇哥结婚那天 那天你不也在方家屯吗 方家屯 在啊 那以你的做派 你应该给宇哥结走啊 可是你没结 这是为什么 月和 你觉得 男人是该结过来的吗 这感情的事情啊 抢是抢不过来的 对吧 你想征服她 嗯 想啊 你设下了计 当时 我抓了五翠花 把她许配给了大金刚 可真没想到 她为了五翠花 还真的到寨子里来了 没想到 对 是没想到 因为我觉得我梅姑 条件也不错呀 而且 我是真心喜欢她的 可是真没想到 这闯四海的男人 竟然如此的痴情 她知道我去寨子 布置好了新房 等我进寨子 你知道 吴翠花到了寨子里 还真是有种 她竟然把大金刚给杀了 我欣赏她这样的女子 所以我就把她们俩给放了 就这样 你才有了机会啊 你没办成新娘吗 新娘 你没布置好新房 布置什么新房啊 当然没有了 如果这新房都布置了 还有你的份儿吗 你不是梅姑 嫂子 看来月和已经进城了 如果梅姑是假的 是日本人的话 她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给抓了 那现在咋办 这样 你先去灵河镇 问雨哥关在哪里 然后我去马地儿团找游击队 我们分头行动 晚上在这里会合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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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说 你到底是谁 梅姑 梅姑 呸 还敢说你是梅姑 若是我布置好了新房 还有你的份儿嘛 你要不说这句话 我还真让你给蒙了 跟你说实话吧 梅姑当时布置好了新房 打巴成新娘 等着雨哥来着 你说的没错 安姐是杀了大金刚 可是梅姑扶了安姐 放了她和雨哥的 是小金刚告诉我的 你真不应该杀了她 要不是因为她 谁也想不到你是个冒盆祸 从相貌上看 你和梅姑是挺像的 可是你的眼睛却露馅了 梅姑的眼睛 不是你这样的 说 到底是谁 日本人 我说的没错吧 你是日本人 日本的特务 说 到底是谁 好我告诉你 我就是日本人 我是康田惠子 日本特高克的少祖 你要干嘛 我崩了你 我劝你别这么做月河 月河 月河也陪你叫 你要知道 你可是想要救雨哥的 雨哥 雨哥也陪你这张狗嘴叫 行啊 那方振宇就死定了 你知道 我是可以帮你把方振宇给救出来的 един 你才能把他们的 一批 一批 不信 准确 引na 走 走 过来 来一个 过来一个 收 来一个 你 放点 开动 撞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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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 给宋本带句话 我是宋本太郎 请军部的内务长官听电话 什么 他不在 你就别再白费力气了 现在临河镇 已经不是你们 黑龙会的天下了 而是我们关东军的侠缺 黑龙会 必须听从军部的命令 军部是一定要拿 方振宇开堂活载的 血洗我们军部的耻辱 宋本军 愚蠢 放肆 放肆的是你 违抗天皇陛下的旨意 杀方振宇是威不足道的 让他归降 才是功在千秋 他是溥仪吗 你太抬举他了 没有方振宇 溥仪 只是帝国的一个摆设 可惜你不懂 方振宇存在的意义 和你说 这是对牛弹琴 八个 大佐到 大佐 大佐 给你们一天时间 方振宇不投降 公开出决 是 报告 报告大佐有情况 快 快 我得去 密歇密歇 去吧 我去啦 我去啦 小二 两个饼一个汤 好嘞 客官 您的饼还有汤 请慢用 我去 陆岳和他手里有我们的人 什么人 家梅姑 家梅姑 康田惠子 惠子小姐暴露了 午夜东城外 杂树林 是的 下去吧 是 大佐 宋本俊 救救我妹妹啊